哈喽 各位亲爱的老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求通诺圈 我是哈曹 先吵了 先吵了 刚刚那个余燕说我一年做快两把凳子 我必须要跟您阵语一下 这咋的吧 今天上午我又做统医吧 距离翔哥一年做快十把凳子的记录 我又进了一步 没办法呀 工作使人快乐 人一快乐食欲就好 食欲好就吃得多 吃得多就长胖 一长胖 凳子就长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现象 理解为一种过劳团 这个我生来就是一个劳行劳力的命 看我在朋友圈里发表的感慨吧 每次我推荐别人一部 自己觉得好看的电影 总得在旁边看着 人家看个手机也不行 生怕人家有哪个镜头错过了 还得时不时来个解说 害怕人家看不懂 我都不知道我整天想操什么戏 哎呀 我也是啊 咱都是操心的命 其实每次你推荐给我的电影 我都不太喜欢看 你 你马上消失 你每次给我推荐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都认真地像个填条底下贴膜的 事实上无难事 只盼有心人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句话 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解释 世界上本来没有那么多事 咱就别瞎操心了 开个玩笑 不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还真是挺大的 小时候最讨厌的两件事 就是吃饭和睡觉 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曾经是如此的无知啊 川大帅哥就在朋友圈记录了一点关于睡眠不足的感慨 每天光起床就花光了95%的战斗力 不让人抓住我们 不肯放人 接下日的时候 妖怪抓人抓得更狠 直接把我们抓到尖子 把我们从被窝里给放出来 真的领导 你要相信我们 是不是 有人啊 因为这个睡眠不足而发牢骚 有的人 则因为找不到对象 而发牢骚